鹿骨香广新茶城近年来将在地茶叶推销至对岸 广受好评并吸引许多茶商来台取经 想将鹿骨的茶叶带回对岸推广 让更多人了解台湾的茶叶文化 跟他配合已经十年了的新烧商 他也跟我聊当中的时候 他想在大陆推广我们台湾的那种茶叶的泡盘 他每年会来我们鹿骨香体验茶 了解我们台湾茶 他想来学然后回大陆山东那边 他要推广我们 来自山东安邱的茶农王淑姿说 这次来台刚好遇到鹿骨香东茶比赛 看到林董市长夫妇为了参与比赛 投入很多时间与精力 让他了解到想泡出一泡好茶 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 是需要投入很多时间来学习的 主要来的目的正好是赶上冬茶上市 这次主要是也听说要参加我们鹿骨香的 鹿骨农会的大赛 阿水和阿勇夫妇一直在为参赛茶做比赛 在备火 然后我来了这几天的过程当中 一直在跟阿水和阿勇师学习 怎么样去备火 然后看他的流程 其实要做好一泡好茶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从选料然后到这个所有的工艺 他们做得非常的辛苦 而且非常的精细 县议员吴瑞芳表示 新著名潘女士来台后 努力学习茶文化 帮助丈夫推广在地茶叶 获得不错的成绩 肯定她的认真与努力 感谢她为茶叶推广的付出 广兴茶城 媳妇是外配的 来到我们六国 我们六国是地区 他就入行随时 做一些地 先生做茶叶 他到达学习 现在也很厉害 这非常的不简单 值得我们来按赞 议长何胜峰表示 近年来有许多新住民 加入台湾这个大家庭 参与在地茶叶的工作 感谢他们为在地茶文化的付出 与努力 带动地方茶叶的发展 记者卢日凯 陆古香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